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旁边的女朋友哭得比我凶,有的人爱着爱着就变了,你喜欢时说我们相配的,是,你不喜欢时,说,我们不合适的也是,你曾经说我傻姑姑,想要保护我,后来却把真的我当傻子来听以前,我是你要满心欢喜,跑着去见的人可那又怎么样,始终敌不过现实爱我,最深是你生过最深也是你我不后,会爱过你但我会遗憾遗憾你的遗憾 与我无关,你说,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,我真少没问,你是这辈子,还是下辈子,当初在争执的誓言都抵不过后来的誓言曾经以为,拥有不易,后来才知道,手气更难我当然知道,人都是会变的,你从没指望过,你永远如初和我不知道我们竟然,会以这样的方式,结束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傻了, 你们也是最爱你的人,所以成了最了解,你的人但后来慢慢明白了,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,其实是人生的常态没想到,能一起熬得过苦日子,却没机会,一起尝尝甜的味道,最怕的是你还爱我,我也爱你但我们就是不能再在一起了,当时的他是最好的,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,是最好的我们之间, 隔了一整个青春,怎么也快不过去的青春,所以只好挥手告别,初点时,你足以抵过世上所有的美好落幕时,世上的一切美好都暗大无光,如果有人,能重逢,我希望你别,来无恙景,如果再次遇到那个人,你会有什么反应? 经部分图文来源,莫娜大叔andabaaba写这篇的时候,还真是略的伤感了,不过仔细想来让我们怀念的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个人本身,而是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我们要做的,不是怀念过去,而是珍惜当下,珍惜眼前人,老司机,看过很多兄弟和女生的聊天,一天到晚都是在问,在干嘛,吃了吗,睡觉了,聊天最怕的就是没话找话, 这样很容易大聊,一来会暴露你的需求感,让女生觉得你想追她,二来你不会聊,更加让女人讨厌你,自然就会把你拉黑,宁可少交流,也不要没话找话,如果你想做受女生欢迎会聊天的高情商男人,那么最好还是找老司机,教你如何吸引女生,聊天愿会聊那技巧,公众号,告白教你谈恋爱, 不会追女生来找我,做你的贴心情感导师,没有女朋友的,大家自行评论区找吧,凑一天情侣,据说点赞评论转发的都脱单了。